大家好,这里是真爱小树梁 大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 也是树王中最切衣不可的一种调味品 几乎可以说每家每户都有 大蒜的营养非常丰富 常吃大蒜对人的身体好处特别多 经常吃大蒜还能增强免疫力 而且大蒜的烹饪方式也是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用它来扫晒、凉拌、生丝或者腌制 每一种味道都是非常的美味 好吃归好吃,美味归美味 但是包大蒜其实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像视频中这样子来包大蒜 先把大蒜一半一半的给它分开 然后再用指甲慢慢的给它抠下来 像这样子就特别的麻烦 如果手指甲比较短的话 这样子来给它包大蒜 没包好两个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痛 屏幕中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所以包大蒜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困难 每次都需要一半一半的来给它掰下来 这样子不仅速度慢而且还麻烦 有时候扫晒用量比较多的时候呢 光包蒜就包了一个早上 我琢磨了一下赶紧把这几招 包大蒜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几秒钟就能拨出一大盆 轻松又快乐 第一种方法就是用手捏 我们可以像视频中这样子 大拇指按在上面 其他的手指托在下面 这样子相互使劲按压一下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中间裂开了一条线 这回来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条线 把蒜皮给它包开 这样一来 我们是不是很轻松又很快乐了 就把蒜皮给它包下来了呢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简单实用呢 用这个方法来包蒜皮 手指头一点都不会痛哦 大家觉得如何 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 这样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基本可以拨上一大盘 简单方便而且又实用 这个方法我们一般是针对 个头比较中等或者比较好捏的大蒜 如果是大蒜里面这一绳呢 那就不一样啦 因为中间这一绳个头特别的小 如果用捏的话那就不好捏 视频看一半欢迎点个赞 您的每一个点赞支持 都是真爱小熟粮闲进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啰 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啦 我们只要是先准备一个饮料瓶 什么样子的饮料瓶都是可以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尽量挑选一种瓶口比较大的 瓶口比较大呢 会显得更加好操作一些 把大蒜给它装进去之后 像视频中这样子不停的给它削打 先给它削打5秒左右 这回再来看一下里面 已经有很多这个蒜皮 都开始在脱落啦 这个时候啦 大家就不要再吝啬自己的利息啦 一定要狠狠的使出你的红黄之力 给它削打 再次给它削打10秒左右就可以啦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大蒜 给它倒出来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实用呢 用这个方法削打出来的大蒜 基本美丽都自然脱落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粒粒都非常的完整漂亮 用这个方法包下来的大蒜 不管损放多久都不会坏掉 如果是用刀直接拍出来的大蒜 只能够当事就给它做啦 不然损放起来都会烂掉 如果还有个别墅还没有脱落分开的话 这回我们只需要手轻轻碰一下 这个皮呢它自然脱落 这个方法我们一般是针对个头偏小或者偏大 比较不好面的大蒜 可以用这个方法使用起来 真的是非常实用 如果大蒜非常多的话 我们就要换一个非常大的瓶子 这样一来就算你剥再多的大蒜 你也不怕啦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第三种方法 这个时候啦 我们就可以把想要包的大蒜 全部给它装进碗中 然后在网里面倒入数量的凉水 记住哦 这里一定要加入凉水哦 那就这样子给它放一边浸泡10分钟 时间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包蒜皮啦 随便抓起一粒这个大蒜 这样子轻轻的慢慢的给它撕下来 用这个方法来包大蒜 不管你包多少大蒜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心生快乐 也不会让你感觉有一点点的手痛 这是因为大蒜的细胞 已经完全喝足了水膨胀了 而大蒜的表皮细胞是死细胞 是不能吸水的 所以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膨胀 一是这个皮喝着喝着就脏裂啦 膨胀之后这个水就特别容易进入皮与蒜瓣之间 这样一来这个蒜瓣皮就特别容易去掉 简单方便而且又实用 关键是手一点都不会痛 而且包出来的这个大蒜粒粒晶莹剔透 完美无瑕 包笋起来 不管笋放多久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方法是不挑大蒜的 大小老幼通通都吃都是可以用的 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适用于在拌酒席或者用量比较多的时候 用它来操作是比较容易比较方便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四种方法 我们继续在拿出你准备要包的大蒜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随便的瓶盖 什么样子的瓶盖都是可以的 包括啤酒瓶盖也是一样可以用哦 然后再借助瓶盖底部的这个边缘 在大蒜的这个底部把它包开 像视频中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包下来 非常的简单方便 这个瓶盖呢相当于我们的指甲 我们就用这个瓶盖来磕这个蒜皮 不仅它不会痛而且我们也不会痛 瓶下来呢也是特别的简单方便 以上这几种包蒜皮的技巧你们学会了吗 视频制作补益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画个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这样子就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受益更多的人 感谢大家下期见